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的文字 无辈身为繁流 过我未及 而回思往事 常若不见其由过者 心处而延绎 文到这个地方 从举比喻之后 这才证书 我们身为凡夫 过时 过夜 太多太多了 未及是比喻 就像刺威 这个刺的一样 聚集在一起 而回思往事 我们想象过去 常常好像不见有其过者 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 所以我们一般人常常想 我没有什么大错 我没有什么过时 这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也常常有这个感觉 这是什么原因 心太粗了 心一眼 昏溃 见不到自己的过失 所以 举杯欲 实在家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 下面这段文呢 给我们说 我这个卧业 它也有真兆 然 人之故我身重 在佛法里面讲 业障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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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身重 业障身重 业障身重 �障身重 业障身重 这个 我们仔细去观察 而我们周边那些人物 有时候我们能发现 这个人没有记性 糊涂 浑柔 给他说什么事情 很快他就忘掉 和无私而畅烦恼 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 没有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招惹的时候 自身烦恼 只要冷静观察 就能发现 或见君子而然然消举 这就是 怕见正人君子 见到正人君子 自己好像很难为情 这种现象 实在说 还都是有救 为什么 他还有惭愧心 货文正论 耳不落 听到人家讲正经话 不喜欢 为什么 自己坐卧多端 养成了卧习气 听到正论 跟自己所作所为 完全相反 恨不乐意 恨不乐意 接受 或会使二人返怨 我们不失 以礼物送给人 人家 人家还埋怨 在他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之下 你比如说 他爱动 爱恶 饥寒交迫的时候 我们送一点衣服 食物给他 他当然接受 接受之后 他不感激 他还怨恨你 这种情形 又在现在这个时间 常常遇到 这个都是物业深重的征兆 我们要多想想 或者是夜梦颠倒 晚上做悟梦 做悟梦绝对不是个好预兆 自己一定要警觉到 故乎很重 所以夜晚才做悟梦 甚至望隐失智 这个就是精神提不起来 欲无仁次 皆尊孽之相应 这是乐举几个例子 这个都是不好的想 狗以类词 继继续发愤 谁就图心 心无足 如果我们自己反省 像上面所举的例子 自己有个一条 两条 我们就要警察到 故事 物业 一定相当严重了 要警察到了 赶快回头 历继续发 谁就图心 就是要改过自信 性无自物 这一句话是勉励我们 希望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 这个事情 一定要自己封法 别人帮不上忙 改过之法了 就讲到此题 下面第三篇是极善之法 文字一开端 廖凡先生引用《易经》上的两句话 为我们说明 意于极善之家 必有语气 这两句话 可以以历史来作证 自古以来 凡是过于很厚 极善的人家 他的后代 往往会发达 纵然没有大的发达 也能够保住平安过日 不至于招惹一些凶灾 这是在历史上能看到 在我们现前 也能够观察得到 只要我们细心留意 就观察 那么换一句话 如果是相反的 这个人家 过去的先人 以及他的本身 的寂寞 欺负别人 尽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个人家 必定不能够 久享富贵 纵然 现前 他是 大富大贵 所以 有一些人 看着这个现象 这个人家 无恶不作 为什么还大富大贵 这是他不明了道理 这是他们家 过去生中 或者是他本人 他的前辈 过去生中 修的福大了 佛家讲 修福不修慧 因为他没有智慧 这一生当中 他才造作恶业 造作恶业 必定制服 比如 他过去生中 修的福 有一万财富 这一生当中 虽然发财 兴熟不善 处处欺压别人 做一些损人利己之事 他的福报折了 千万财富 变成了百万财富 损失太多太多了 可是他还有百万财富 比起一般人 他还是富有得多 英国通三世 那么他这一生 这个余福 想尽了 他的罪报就现成了 有些人 他的古报在来生 有些人在这一生 万年 万年 就没落了 破产了 什么原因 急握之家 他对报应是这样的 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一定要懂得 段无修善 急功累得了 对自己个人 对自己家庭 对自己的宗族 决定有大力量 下面 廖凡先生举个例子 习写是过去时 延事 将一女 起数量货 就是延事 将要将她的女儿 许配给数量货 而隶书其 祖宗既得智障 隶书 就是向上 一代一代 去叙说 数量货 的祖宗 都是记得 这个人家 是极善之家 逆之其子孙 必有心者 你是预料 预料 他们家的将来子孙 一定有心旺 数量货 是孔子的父亲 所以这个孔子的外公 外祖父 就预料 他家里将来 一定会兴旺 你看 他把他的女儿 许配给数量货 以后就生了孔子 他怎么看着呢 看到孔子的祖先 代代都极善 所以他们家里会出大圣人 那这是一桩事情 将极善 第二桩呢 孔子称顺之大笑 中国人将孔子称顺 首先呢 要推尊 大顺 这个人是静孝的模范 我们在历史 传记里面读到 一定要向他学习 他的父亲 在他太太死了之后 也就是孙的母亲 生母 又娶了个季母 季母以后 也生了一个小孩 季母对待他非常不好 他父亲受了季母的影响 所以父亲季母 季母生的弟弟 这一家四口 三个人呢 以恶念对待他 极次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家庭环境太恶劣了 可是孙能够孝顺 他心目当中 没有看到 这个父母兄弟对他不好 他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让父亲不喜欢 季母不喜欢 弟弟不喜欢 天天改过自信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 才把他全家干化 这叫大孝 这是真正的孝顺 从顺 一切顺从 顺从里面 有高度的智慧 佛家讲 善巧方便 他能够避免 这个家人 对他的伤害 能够抱权 他的生命 依旧以真诚心 爱心 奉思 这个父母兄弟 这是一般常人 做不到的事情 他做到了 所以孔子称赞他 众妙相知 子孙保之 戒之论也 孔子的外祖父 以及孔父子 赞叹这个大人 这些都是智力 民意 是以往事争执 在以过去 这些吉善之家 你看看他后人的发达 历史上有记载 眼前这个社会上 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下面他举了十个例子 第一位 杨绍思荣 见宁人 事以嫉妒为生 久于西藏 横流冲回民居 逆死者 顺流而下 他走皆 捞取财货物 赌少死真足 记住 为旧人 而货物 亦无所取 乡人 吃其余 我们先看这一段 杨绍 官做到 少司 这个少司 在古代 是帝王的老师 帝王老师里有太子 有少子 大多数少子 是太子的老师 皇帝的老师 称太子 太子的老师 多半称为少司 所以老师的称呼 有太司 太父 太保 杨绍 杨绍 建宁人 建宁是现在 福建 建欧 我在这个地方住过六年 这个杨绍家里 我去过 是一个很大的 好像有三进的四合院 现在好像是改成建欧式了 那么他们的先祖 世世代代 都是以嫉妒为生 就是白渡船的 从事于这个行业 由此可知 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 那么这是遇到了下雨 九雨 河水涨了 这条河好像是 闽江的上游 一直 这条这个河 一直流到从福州出海 涨水 所以这个 淹没了 这个乡村民居 也淹死了很多人 所以逆死着 渗流而下 当然 划船的人很多 一般人 划着船 都去捞取 货物 不顾 这个淹在水里面 都去捞取财物 唯独 洋人的先人 就是他的祖父跟真祖父 只有旧人 对于 这个水里面 漂浮的 那些财物 一丝毫都不去 只有救人 那么乡里的人 看到他们的作为 都说他愚痴 救人有什么用 这是 许许多多 人家财物 漂流在水上 你唠叨了 就是你的 他们不要财物 完全救人 这是既得了 待少师父孙 杨荣的父亲生的时候 他们家里还金 渐渐富裕了 由神人化为道者 语之曰 如祖父有阴功 子孙当贵贤 是遗藏某地 虽以其所知 而贬之 即金之 博兔坟也 后生少死 若观登地 位置三公 家尊祖祖父 如其官 子孙贵圣 至今上多贤者 这是 这是 以杨荣 这桩事情的证明 极善之家 必有余情 他的尊祖祖父 虽然贫穷 到他父亲 逐渐 家庭环境 就好转了 这个时候 有一个道长 他这里记载是神人化为道长 我们就说 有一位道长 告诉他的父 他的父亲 你的祖父 有因公 祖父就是 杨荣的尊祖父 曾经救过很多人命 有因公 子孙一定会贵些 以藏某地 指示他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风水 有一块 风水很好的地 可以葬在那个地方 那么 这个杨荣的 父亲 就把他的祖父 葬在道人址的 这个处所 那么就是现在所说的 白兔粉 后生少死 以后杨荣出世 若观登帝 若观是二十岁 二十岁 就考取 静死 官一直做到三宫 这个少司是属于三宫之业 皇帝 皇帝 对他 非常感激 追封他的尊祖 他的祖父 他的父亲 如期观 那他的官位是少司 他的曾祖父 祖父 父亲 都追封为少司 子孙 贵圣 一直到今 这个今是 廖凡先生在世的时候 是那个时代 就是明朝的时候 他们家里头还是很多的仙人 代代都有仙人 祖宗之既得了 第二位 银人 杨自成 银是现在的浙加林波 古时候称为银县 有一位杨自成先生 粗为县县 就在这个县衙当一个书办 好像现在的书记官一类的 文书官一类的 这个人存心仁厚 受发公平 这个是他的德行 新的仁厚 推及接人 受发公平 决定不受人家的贿赂 使现在严肃 是当时这个县衙观 非常严肃 偶踏一球 偶然之间 边打一个囚犯 血流满前 而怒又未息 这个囚犯 促怒了县惯 县惯 独打他一顿 打得变身血流 这个怒还没消 杨贵而宽 杨自成 跪在地下 帮这个囚犯 求情 这个信仁厚官就讲了 怎麽此人越发背离 说不由人不怒 他在帮他求情 信仁厚官说 这个囚犯 做的这个坏事太多了 不由人不怒 县官说出他发怒的理由 自成扣手 杨自成扣手 向他报告 上社其道 明三九一 如得其情 爱尽无喜 喜切不可 而宽怒乎 在未知己 杨自成说得很好 上社其道 这句话 很不容易说出来 从这个地方看 他的确是存心仁厚 不怕自己丢掉 拆死 他讲真话了 上是指朝廷 现在朝廷本身 有过失 人民对朝廷 信心散失了 由此可恢处 不信犯法 故在哪里 故在没有人教导他了 谁负责教导呢 儒家教学 地方官员 这个县市长 这个支县 古时候称父母官 你是这个地方 人民的父母 你是人民的老师 你是人民的领导 你没有把他叫好 你没有把他叫好 这个上世其道里面的含义很广啊 杨自成真是有胆识啊 这平素这个人 有德行 有胆识 敢说真话 你在审问 审问得其情了 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坏事了 应该要判重刑了 你要怜悯他了 不能生欢喜心啊 是习切不苦 而宽怒服 你怎么能够发怒 信心观也不错 听了杨自成的话了 把这个情绪也就降温了 不再发怒了 驾慎平 杨自成下的平寒 愧意义无所取 当然 他能够 帮助这些苦难的人 特别是这些囚犯 他有怜悯性 常常帮助他们 人家 人家当然有一些送礼来拓人情的 他义无所取 大公无私 凭着自己良心办事 绝不受贿赂 求人犯粮 有的时候求饭 求粮 缺乏的时候 常 斗放 一几只 他天天想方法 来帮助他 到一些能够行善的人家 向他们捐助 来帮助这些囚犯 让他们能够吃饱 一日 有一天 有新求素人逮捕 新来的囚犯 有几个人 没有得吃 家有缺米 他家里米不多 各囚在家人无食 把家里的一点米 给囚犯 自己家里人家没饭吃 自顾 这囚人堪念 想想囚犯非常可怜 与其夫上之 跟他太太商量 夫曰求从何来 曰自行而来 云路人机 菜色可惧 他太太问这个囚犯从哪里来 是从杭州来的 一路上 人作饥寒 这个连色都很难看 叫面黄极兽 因彻底之谜 煮猪一事求 这样把自己的谜的时候 分一半给囚犯 自己家里煮稀饭吃 后生儿子 以后杨自成生了两个儿子 张月收臣 赐月收旨 为南北历布侍郎 那么这是国报 自己 吉善吉德 到儿孙 就跪些了 两个儿子 官做到南北历布侍郎 侍郎 这个地位 就是现在的副部长 历布 那个时候不称部长 称上书 上书是部长 侍郎是副部长 长孙为刑部侍郎 这个刑部就是现在的法务部 司法部 也是做到次长 这个次长 次孙为四川连线 连线也是古时候官职的名称 以后在明朝称为安查司 那么一般也称之为庆差大臣 又俱为名臣 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贤德大臣 金出庆得正 这个历史著书上不详细 都是金是廖凡先生同时代的 出庆得正这两个人 一起一野 也是他的后代 杨自成的后代 这是在县衙里做了一个小书办 由此可知 极拱雷德 不论我们自己 现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都可以做 机会太多太多了 只要存心 只要存心 立业社会 立业人民 就是极拱雷德 做好事 不求果报 这个功德就更大了 不求果报 必定有更殊胜的果报 极得上大 极得上多 自己本身就感受到果报 像辽凡先生 就是个例子 与辽凡同时代的 于敬毅先生 也是个例子 万年就享受果报了 古报一直绵延到他的子孙 代代不绝 第三个例子 习正统间 正统是明朝殷宗的年号 正茂齐 昌乱于福建 正茂齐是当时的一个盗匪 这个强盗是土匪 他在福建这个地区 作乱 世民从罪者慎重 朝廷其迎宪 张都宪凯南征 一记擒贼 这个殷宗皇帝 用银线的张凯 带兵南征 把这个乱的平定 把这个正茂齐 抓到了 但是 还有一些余党 后 唯一不正思 谢都市 搜杀 东路贼党 这个土匪的头 是被抓到了 但是下面还有余党 所以朝廷又委派 不正思 谢都市 这个不正思 相当于现在的神长 谢都市 是不正思 下面的一个机构 派这个谢都市 搜查东路的贼党 就是平定的 还有些小股的 谢求贼党中 贼党 党负 刺激 这个谢都市 很难得 先想方法 把这个 贼党的名册 找到 反而不负贼的 贼党里头 这个名册上没有的 没有名字的 密兽已 博步 消起 入兵之日 插起门手 借军兵 无妄杀 全和万人 这是统兵的将领 他懂得 记得 不冤枉 不冤枉 不乱杀人 所以 他用心 去搜集 这个 肥党的名册 不是真正 富属于肥党的 不可以冤枉 所以官兵 进城的时候 来搜查 他叫这些 没有 跟这个贼党 没有关系的 这些人 他给他一个小的白旗 让这个官兵 进城 你把这个旗子 插在门口 禁止官兵 骚扰 所以这样子 全和万人 这是他所极下的功德 在中国历史上 自古以来 做将军 大将军的人 能够保全后裔的很少 什么原因呢 杀伤太多 所以后代都不好 在中国 这个武将里面 后人好的人 确确实实不多 在历史上 真的可以说得出来 这些做将军的人 都是爱惜人民 绝不妄杀 这个军队纪律 非常的森严 这才能保全到后代 后谢之子亲 种状元 为财福 这个财福 生疲 负众叹化 这是将 谢都死后人的国报 他的儿子 谢亲 种状元 官做到宰相 这才不是宰相 孙子匹 也种到叹化 叹化是静思的第三名 那么这都是 极善之家 必有余庆的 历史 正业 那么又告诉我们 铺田 有个林家 铺田 灵士 先是由老母好善 常作分团世人 求取 寄予之 无眷色 这是将 孙子匹田 也是在附近 他的心事 由老母好善 这是他的心事的祖母好善 常常作分团世人 布施一些穷人 每一天 都是这样做法 一生呢 都不疲倦 天天用这个来布施 有人来向他要 通通给 毫无倦厌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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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做好事 量力而为 善待别人 自己决定有好报 不要怕吃亏 不要怕上当 咽喻尝舍 吃亏是福 所以我常常想 我们有这个机缘 如果我要有这个机会 我愿意开个餐厅 开餐厅 免费供应大家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李牧原居士 李牧原居士这三年真的做了 每一天供斋 免费的 平均呢 每一天到居士林来吃饭的 有一千多人 新旗 驾驶 三四千人 这是好事啊 那么居士林是不是被人吃垮了 没有 越吃越行忘 人丁旺 那么多人来吃饭 从开办到现在 给主人说 没有买过米 没有买过油 也没有买过菜 而且吃不完 原因是 大家晓得 居士林做这种好事 天天有人送米 有人送油 有人送菜 送的菜多了 吃不完 吃不完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多余的这些米菜啊 送给养老院 送给孤儿院 所以新加坡许多宗教的养老院 孤儿院都接受我们的证受 好事啊 应该要做啊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性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